今年风调雨顺 台风也没有登陆台湾 让斧头蜂窝少了破坏的机会 数量比往年是大为增加 像在台30线上 才4公里不到的距离 就有3个虎头蜂窝在树枝上头 花莲领馆处 在花莲县辖区内所拆除的蜂窝树 去年只有3个 而今年是足足涨了5倍 至今已经拆除了15个虎头蜂窝 捕蜂人员站在吊车上 全部武装正拆除树上的虎头蜂窝 蜂窝不仅又大又重 里头还有上万只的黑尾虎头蜂 捕蜂工作人员不敢大意 一口气在4个小时内摘除3颗巨大的蜂窝 是一款注通报 然后第二颗蜂窝是我们去线看的时候发现的 那一颗在瓦拉米登山口 那另外一颗是在那个旁边的那个行人座椅区的正上方 是登山口嘛 所以人群比较密集聚集在那边 然后附近都会有一些巡逻 恐怕会扰动到 然后可能会被攻击这样 然后最近的状况也比较多 不过就在南岸瀑布旁的台30县 一早还是有很多民众要前往登山 看到近日进入的告示牌 还是感到有些可惜 有些外线市来的民众看到蜂窝如此巨大 为了安全考量 在南岸瀑布走走就好 拆除的过程当中 除了原先回报的两颗蜂窝 现场又发现另一颗虎头蜂窝 体积都相当巨大 三颗虎头蜂窝 受拆除之后 都放上货车再临 全花莲领馆处在花莲辖内所拆除的 蜂巢树去年共三个 今年足足成长五倍 至今已经拆了15个 记者高双双 左西乡采访报道